李教授在美國念完書回來以後呢 開始教書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知道是李教授 他原來是念理工的 他是學電機的 但是一直對教育非常的關心 然後還有博佑基金會的誕生 我們請李教授來談一下 對偏鄉教育 您如何開始會對臺灣的教育 有這麼大的興趣 而且開始提出很多的批評和建言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就是沒有仔細地去研究怎麼回事 可是對偏鄉小孩的教育問題 因為我之所以有興趣 是因為我一直在一家這種安置中心 一個兒童中心做志工 你是說德蘭嗎 對 對 那個裡面的小孩 我開始注意到他們和這個所謂強勢家庭 就是所謂社經地位高的家庭 因為小孩子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必須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我就開始特別的注意 而且也就成立了博佑基金會 在南投 對 這麼一開始在南投 後來就擴張到很多地方 其實後來開支散業照顧孩子非常的多 您覺得做這個對偏鄉孩子的照顧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的觸角沒有辦法升級到 然後由於我們這個基金會 然後召集很多這個有心的人士 大家一起來做 主要的問題在於 對於弱勢的小孩子 所謂弱勢應該是指這個功課不好的小孩 當然我們還加一個條件 就是他一定要來自弱勢的家庭 就是那個家裡的經濟環境 家裡經濟情況 可是我們現在就講這個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功課不好的小孩 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必須要因財私教 是 那這個是政府一直不肯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孔子都講過了 因財私教 是 這個理記上也一再的強調 因財私教 那政府的法律上面 也說要因財私教 可是政府又說 你一定要常態分班 不可以這個叫做 能力分班 能力分班 所以你不可以因財私教 那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功課 就是非常聰明的小孩 以及中等聰明的小孩 以及 功課跟不上的小孩 不夠聰明的小孩 是同一個班上 上同一個課 同樣的 進度 教材 同樣的進度 同樣的考試 最後犧牲掉了我們後面的這批小孩 如果我們不去幫他的忙的話 他們絕無希望 一定跟不上 而且這個進度非常之快 他就他就完全幫你 主要是英文跟數學 這兩個是最嚴重的 這群孩子如果不去幫忙他們 除了在功課上始終就跟不上 他們未來升學的機會不高之外 對他們信心的打擊也很大 我們有的時候看到很多的學生 最後的就變成所謂叫中錯生 這還是有 而且也還是不少 有沒有注意到中錯生常常 有時候會被黑道吸引 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 而且還有他的 他的這個競爭力是非常差的 我們現在一天到晚的時候要多元 其實如果你的國因素都非常差的話 你很難找得到很好的工作了 你即使是高中畢業 能不能做到電子工廠的作業員 我要講 其實做不到 電子工廠的作業員有一個最激的要求 對英文跟數學有一個最激的要求 因為作業員不是不是去動一下機器 或者是做一個簡單的工作 作業員是負責操作那些儀器的 所以也不是那麼簡單 是電子儀器也化學儀器 都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要看得懂基本的英文 一些指示 我們現在這國家也跟 比方說跟大陸就不大一樣 就是那種工作是完全不要有知識 就可以做的工作會越來越少 純勞力工作 純勞力工作會越來越少 是 剛才提到一個競爭力的問題 您之前也曾經有過許多的文章在談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陸生到臺灣來求學 包括您在清大校園裡面也有遇過一些 那您感受到陸生跟臺生他們的企圖心表現上 有相當大的不同 而且臺灣現在有很多對於陸生的一些限制 你也認為不合理 可不可以談談您 這當然不合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國家一定要是一個國際性的國家 任何一個好的國家 他都是吸引了大批的外國人 而且是優秀的外國人去工作 比方說我現在舉個例子 有一家公司ASML 他一共好像是二十七個國家的人 在他那個裡面工作 這是一家非常大的儀器公司 二十七個國家 那歐洲幾乎任何一個國家 都有人能夠到他那邊去工作 是一家荷蘭的公司 那幾家大公司都是這樣的 法國的大公司裡面 大家都講英文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相當大的國際性公司 那我們絕對應該吸引所有好的 國際人才 國際人才 不管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的 一個盡量的 不要保護這個職業 一定要讓他們來 但是我們很多台灣的年輕人就會說 這樣子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的人也並不會的沒有機會 因為也不是說每一個工作都被他們佔領 那個人來一定要比我們的人要更加好 他才會被錄用 他如果跟跟我們的人是一樣的 我們也不會去錄用這種人 所以這個不會是一個問題 事實上 他是少數了 其實這些比較所謂能力強的這些國際人才 其實對整個台灣社會 尤其年輕人社會 也是一個刺激的力量 對對對 這是毫無問題的事情 可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我們國家是不能讓一些功課 特別差的學生被放棄掉 我認為這個是我們波幼基金會的一個工作 就是我們絕不放棄 那麼這個怎麼樣做到的 其實就是因財私教 我們知道他的程度在哪裡 然後我們會去根據他的程度來設計他所受的教育 所以我們這個教育是科制化的 科制化的這個辦法也相當的複雜 你一定要有不同等級的考試 如果你考的一模一樣 這個對於那個功課不好的小孩 就吃很大虧 那如果你考得非常容易 結果你對那個功課好的小孩又吃很大虧 所以其實我們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說一人一次方程式 我們考三次 第一次是非常簡單的 如果你這個都不會 你根本就不要來考試了 你就好好的再去準備 再學一次 你不是繼續的再好好念 都念好了以後再來考 第二次也是簡單的 到了第三次比較難 那我們現在大概80%的學生 一直可以考到第三次了 大概70%到30% 那30%的學生再下去他就不會了 再下去就不會 再還有一次 那個就是相當難的 那個就不會 那個我們就不強迫 也無所謂 那這樣有個什麼好處就是說 我們的學生 我們承認我們的學生的確將來 不覺得能夠進建中 可是他是有競爭力的 因為他這些東西他都學得不錯 那果真後來還是不錯 他到了高中 我們大多數學生還都是念了社區高中 可是他念社區高中他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許可以告訴你 我們的學生如果是高中職畢業的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是兩萬五 平均兩萬五 如果是大學是三萬 可是如果我們看全國的標準 高中職畢業的還不到二十二K 這個大學畢業的是二十六K 我們是三十K 一個是二十五對二十二 一個是三十對二十六 我們都超過了全國的標準 為什麼我又要講 因為我們並沒有說 你一定要去念建中 大學也沒有說你一定要念國立大學 我們都沒有這樣講 可是我們說你最好要有一技之長 你學美法你最好把美法學得很好 那你如果 比方說我們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高職高工電機課 他就在我們門口 有一家公司是那個礦泉水公司 裡面去維護裡面的設備 一下子就二十八K 那對他來講就蠻好的 所以你看對這些偏鄉的孩子 只要不放棄他們 往往其實我們社會很重要的 這個中間這一層的力量 是來自於這一群孩子的 來自於這群年輕人的 不是這樣講 我們收的學生 往往都是所謂叫做低收入戶 那低收入戶 他的小孩又功課不好的話 他家裡又是低收入戶 會一個惡性循環 而且對政府來講 是不是該掃除貧困 可是你怎麼掃除呢 你不能說我多抽一點稅 就解決這個問題 絕對不可能 你使得他的下一代 是脫貧 脫貧 他上代也同時脫離低收入戶 從此會改善一個家庭 只要在一個家庭裡面 忽然之間有個人 他的收入增加了 這個家庭就不是低收入戶 所以靠著讀書來改善自己 未來的人生 這不就是孩子們成長的時候 唯一的最大的願望嗎 是 其實李教授剛剛跟我們談了很多 對於偏鄉孩子的一些照顧 其實這就是一個教育家的一個情懷 那稍後我們還要再多談一些事 有關於現在是一個網路的世代 那麼年輕人怎麼樣去接觸網路 而不是沉迷於網路呢 我們待會再來談 你把你的英文搞好 然後使得你能夠很輕鬆的看 這些國際的新聞網站 因為我們的國際觀不夠 絕對影響我們的經濟